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电子产业受到重创 代工龙头鸿海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决定要跳脱过去IT硬体的产业 朝向环保软体产业发展 郭台铭大手笔的要投入5亿美金 看重国际碳交易的商机 毕竟从能源发展的历史来看 谁能掌握能源发展的趋势 就能主导产业的新革命 现在被视为保育类的抹香精 它的精油在18世纪末期 取代了蜡烛成为照明的最重要能源 并且促成了19世纪补金业的新盛 不过当石油出现后 补金业被取代 石化产业及石油大亨 反而成为新的产业盟主 但是石油总会挖完 各国也早就开始寻找替代石油的新能源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去年当选时更指出 降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才能让美国更有竞争力 虽然替代能源的发展 技术越来越先进 但由于石油是许多物品的基础原料 新的能源恐怕还是无法完全取代石油的功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世界这两三百年 其实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在16到19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晚上 大家说实在是晚上 那个时候大概只有用一般的那种 动物跟植物的这些脂肪呢 或者是萃取物呢 来去燃烧 做夜间照明 可是那时候你烧起来的东西很燥 还有烟 所以那个其实是很不好 一直到发现说 哇原来这个海昂啊 这个鲸鱼啊 它的油这么好用 烧起来不但没有烟 而且还有淡淡的香味 因此在18、19世纪的时候 全世界开始大量去捕杀 这些包括抹香精 在内的各式各样的菌鱼 其中抹香精是最好用的 然后这个主要是拿来照明润滑剂 然后那个时候衍生出来 非常重要的捕捞技术 航海技术 间接造成了所谓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 然后再到18世纪的时候呢 开始发现了煤炭这样子的一个燃料 然后之后呢 又导致一个所谓的蒸汽机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汽车也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因此能源的使用呢 都是直接的影响到全世界 不管是交通运输或者是产业 19世纪中的时候 慢慢石油出现了 因此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电力系统 土木工程 重工业 汽车 航空 轮船 石化呢 因为石油的发现 而有非常重大的改变 到了现在大家开始说 我们要来提倡绿能 那绿能呢包括说 未来的整个燃料动力系统 电力资讯 还有绿能的种种科技 大概也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看到全世界会面临很大很大的改变 不过我先请教一下院长 他刚才一直在说抹香精抹香精 抹香精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18 19世纪的时候呢 所谓的精油灯大概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或者是这种有玻璃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大只的金鱼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是已经废弃的 所谓的金油 金鱼的油的储存厂 然后这个是18世纪之前呢 整个提炼金油的地方 我们看到航海技术把金鱼捕捞之后呢 再动成这样一桶一桶的金鱼的油 然后储存起来 我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金鱼尤其是抹香精的灭绝 会成为这么重要 启动人类工业革命 以及会让我们发现说 替代能源真的是要赶快做 莫香精到底重要的一桶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故事呢 其实不是从金鱼这个角度知道的 这个故事当时在几年前呢 变成这个研究石油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 主要就是就说这个2003年开始呢 到2008年的这个7月呢 这个全球的这个原油价格呢 飙涨得非常的快 那我们都还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呢 原油曾飙到这个140块钱美金一桶 那当时还有喊出 就是说2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当时就是说 为什么原油会这么样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飙涨呢 中间提到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从这个地质学上的 这种观点出发的 就是说终究可能我们已经逼近了 这个所谓的这种石油产量高峰的 那个临界点的那个位置了 那个什么叫 为什么石油产量高峰 从这个议题呢 当时受到这么样的一个重视呢 因为我们讲这个油价的时候呢 不外乎从这个供需面 这个是经济学上的一种讲法 然后从这个资金面的这种进出呢 这个是从财务上的这种讲法 然后还可以从这个政治学上 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关系 然后来解释这个油价的这个变化 其实就是说科学家他们比较喜欢的是从这种地质学的这种观点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已经快要到这一个所谓的这种石油产量高峰的那个临界点的位置附近的时候呢 当然接下来的呢 那么就是由供给来主导这个油价了 那这个议题当然是这个所谓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地质学家呢 叫这个Dr. Hubbard他提出来的 他在1956年写了一篇论文呢 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会受到重视呢 因为他的那个论文里面呢 他这个推算了美国的这个内陆 所谓美国的内陆呢 就是不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外海油田 也不包括这个阿拉斯加那一块的那一个油田 就美国的这个内陆的这个油田的这个产量高峰呢 是发生在1930年代 那他当时呢用他的这个模型推测呢 美国的这个内陆的这个这个发现的高峰 我刚才讲说美国的这个发现的高峰 发生在1930年代 然后他就推算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内陆的这个石油的这种产量高峰呢 会发生在差不多隔了40年了 会发生在1970年 结果到了那个1970年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推算呢被证实为真了 那被证实为真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感觉到他这个这个观点不能忽视了 于是这个哈伯特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追随者 包括你这个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 这个德菲斯 这个这个Princeton的这个教授呢 他这个就是follow他这样继续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说 那如果他们认为说全球的这个发现高峰呢 可能差不多在1960年出现了 那所以就是说依照这样的一个类比的一个推算 这个比较保守呢认为说应该已经过了 但比较更比较乐观的认为说说那个高峰的那个位置呢 应该可能到2030年左右了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就是说一定会有高峰 一定会有高峰 那为什么抹香金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那那现在就是说 因为哈伯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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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呢 他提出了这个论点呢 当时变得很热 那大家就说其实这个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议题呢 事实上在抹香金已经出现过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为那个油 这个油价为什么当时掉不掉不下来 因为这个他在交通方面呢 的确就是说没有很很好的一个 很高效率的一个替代品出现 抹香金当时为什么价格也很高呢 抹香金的油为什么价格也很高呢 那个也是要到了这个没有出现之后呢 然后他价格掉下来之后呢 于是有替代品出现 然后才有可能把它替代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跟现在的状况很接近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2000年开始 2003年开始的这个石油价格的这种飙涨 事实上是这个2003年 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荣景所带动的 这个当然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 中国跟印度的这个大量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因素了 那这个又跟当时的这个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所得提高了 所得提高之后呢 于是大家就对这个 你刚刚讲的又无烟又有淡淡的这种香味 所以大家就对这种这个照明的这种来源呢 他有比较高的一个品质的这种要求 于是呢 这一点呢 又跟现在的这个 因为这个 你想想看这个 这个中国跟印度 那么多人一下子所得提高之后呢 是不是对原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会增大 就是又同样的一个类比又出现 所以院长 第三个我再讲一下 事实上这个魅诀的问题呢 你刚刚讲说为什么魅诀呢 这个当时就是说大量的这个捕捉 这个抹香镜 为什么 它是因为这个航海的这种技术 跟这个捕捉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呢 所以大量的这个捕捉这个抹香镜 那当然这个对比到现在的话呢 这个又可以 石油开采技术 对就是摇撤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种摇撤的 这种技术的这个发展 所以大量的让这个 摇撤起来 用卫星 摇撤就是它打各种的这种波 各种的这种波 从在地面上打波下去 就是地底下有多少石油这样子 那以前你真正要去转动 然后它现在透过这种摇撤的 这种3D的这种技术呢 4D的这种技术的话 它就可以清除这个地下的这种结构 这种技术 在此 继续